我們先從簡報的第28頁這邊來認識一下線上模擬器 你把它點到它是不是有個連結就可以連過來 就可以連過來 那老師又寫一篇文章在這裡 因為像Arduino的其實也有一些是可以做模擬器 只是說它沒有像Webduno做那麼多 那我們先從這邊來看一下 你一進到這邊之後我先把這個畫面跟各位說明一下 它的這個編輯器都是線上的 所以呢其實你在不同的座位系統在手機上平板上都可以用 但是模擬器來講的話是只能在電腦上用 模擬器本身只能在電腦上用 但是其他的平台你用手機用平板都可以 那首先你從右上角這裡有沒有看到一個方式 這就是模擬器的區域 你把它點開元件按一下 你就會看到你很熟悉的那個方式 有沒有 但是它元件目前不多啦 目前不多 但是基本的還有 好 那你這樣的話這個區域太小 怎麼辦 除了說這樣放大以外 你可以按這裡 放到最大 有沒有全部了 這樣你要拿出來 按著丟出來就一塊了 那等一下呢我們這邊會用兩個 這樣按著丟出來 你盡量不要按一下就放開 因為按一下放開就掉在下面有沒有 所以你這樣會比較不方便 所以如果萬一有多的按一下Delete就可以刪掉 好就可以把它刪掉 那你拿出來之後呢 右手邊如果不要了就把它再按一下元件收起來 那麼剛剛有同學在問我一件事情 搞不清楚長腳正直跟腹直有沒有 對了你滑鼠滾輪有沒有就可以放大收起來 那你按空白的地方可以整個移動 如果是點那個元件就只有那個元件移動 其實你要平移也可以按右鍵 按滑鼠的右鍵 這樣平移也是可以 好 那麼我們首先來看一下 我先介紹一下板子 板子的部分呢 它這個上面事實上就是Arduino的UNO板子 好UNO板子 那你先要學會認識這個地方 你看有沒有提供兩個電源 幾伏特幾伏特嘛 對不對 好他有提供兩個 一個是3.3 一個是5伏特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它有提供接地的 GND 各位還記得地面的英文叫什麼 Ground Ground對不對 對對對 就GND 但是呢它不是只有兩個喔 你看上面還有一個 有沒有注意到 有有有 你的GND比較多 就是這個接地比較多 代表你可以接的裝置比較多嗎 對對對 好 其實真的不夠 我們就要靠麵包板了 麵包板 對 所以這是電源跟接地的部分 再來我們可以看到 有沒有很多這一排有數字 有 那你發現這一排的數字 請問有什麼差異嗎 有蟲跟沒有蟲而已嗎 對 聽說大家現在都比較喜歡吃有蟲的 因為這樣比較有機 比較天然 對 來 有貓貓蟲的這個 這個 我們代表的是類比的訊號 什麼是類比訊號 比如說像那個 你有玩過那個 有些燈 你可以慢慢的轉轉轉 越來越亮 然後越來越暗 有沒有 那一種的就是類比的 就是 就是可以做一些微調 那一般沒有貓貓蟲這個 我們稱作數位的訊號 數位訊號就是只有0跟1 開跟關 好 就只有這兩種 這樣了解了 所以我們先認識這幾個 好 那認識了之後我們再看 這顆LG燈 你有沒有發現 它有長短腳 對 欸 請問長短腳要怎麼辦 就一個正有褲 不是啊 長短腳要看醫生啊 好 欸 因為什麼 有問題嗎 太好笑了 為什麼為什麼會有蟲 我剛剛 這樣會很冷嗎 哈哈 來 短腳是褲級 長腳是正級 來 那 你看 我剛剛講的這樣子 我們實際 拿這個給各位看一下 真正的LED燈 你一定會怪我 沒有讓你看清楚對不對 所以 太小了吧 這樣還小 這樣叫好小 你怎麼說謊 好小 這樣有沒有更冷 有有有 有有有 要再加一個萬 蛤 蛤 你不知道我會不會有什麼 講台語喔 我也是這樣 來 這個是長腳 這是短腳 對 你了解齁 好 所以你看到這個 短腳我們一般褲級 我們就接在這裡嘛 接地 長腳的部分其實你接在哪邊 就沒有關係 好 假的我接在10 這樣也可以 那萬一你這個線接錯了 你可以按鍵盤上Delete 或倒退鍵都可以 倒退鍵都可以 都可以刪掉 有沒有滑過去會亮起來 有 你就可以這樣拉下來 有沒有 像這樣拉下來 那如果有些人覺得這樣子 不是很好看 你中間就按一下 你可以把線整理一下 這樣了解嗎 太好看了 就看你自己啊 你如果需要整理一下 你把它收一下 如果做完了 你就可以右手邊就收起來 那收起來通常會比較大一點 你可以平移一下或者縮小一下 這樣有沒有稍微了解了 有 模擬器的這個區域是像這樣 那左手邊 你看到的東西 我相信各位會覺得好熟悉 對 有沒有一種感覺 好像都似曾相見 有 只是這個的系統跟Squatch不一樣 Squatch是2.0之前 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開發的 對 但是3.0之後 它也跟這邊一樣 用Google BLOCKLY B-L-O-C-K-L-Y 在上面 有沒有 有 3點以後 Squatch也是變成用這一種 所以 基本上大家都一樣 所以你就看到丟出來而已 這樣對模擬器 有沒有一些認識的 有 那就麻煩各位先準備一顆LED燈 好不好 等各位一下喔